听着隔壁传来的呻吟声,卢明在黑暗中翻来覆去睡不着,心中一股无名火无处发泄,只好拧开了床头台灯,猛地灌了一大口矿泉水,隔壁的叫声此起彼伏,有增无减,像一股鸟鸟吹烟一样盘旋,在整个城市的上空萦绕不绝,卢明点燃一根烟,努力压下心中熊熊燃烧的那团火焰。 可是隔壁的声音就像是一只无形的手挠在他的心上,让他抓耳挠腮,身体是诚实的,在这强烈的声音下早已起了反应,卢明很后悔,怎么就定了这样的房间,隔音效果差不说。 让他免费欣赏了一出大戏,卢明今年31岁,由于公司需要常年跑业务,所以和妻子聚少离多,久而久之,两人生了嫌弃,在一次回家目睹妻子出轨抓个现行以后,卢明狠了狠心离了婚,恢复了单身的卢明,才知道单身的不容易。 首先孩子要养,其次是生理问题如何解决,不过对于经常出差的他来说,要制造各种艳遇倒不是难事,只是这些年他一直恪守本分,从来没有出过轨。 所以,每次在面对外面的诱惑时,他总是能坚守到最后一步,可是今天的卢明不想再忍了。 隔壁的声音更像是一个导火索,点燃了他心中那根雷线,眼看着强烈的欲望将自己吞噬,卢明不禁想起,入睡前自己看到的一幕,卢明做完了最后的报表以后,站起身伸展一下懒腰,就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地上已经被人塞满了小卡片,交叉叠在一起,更像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诡计。 卢明对这种事早已习以为常,他住过很多的酒店都遭遇过这些情况,还有的半夜打电话来询问要不要小妹,以往他都是一笑了之,可是对于空窗了大半年的男人来说。 他想人也忍不了,忍着身体的憋障,卢明艰难地弯下身,捡起了那些小卡片,只见那些小卡片上印刷着各种美女图像,或搔手弄姿,或波涛汹涌,小卡片上的内容也是异常地刺激眼球。 清纯的妹妹,性感的妻子,那些漂亮的女人们似乎冲着卢明眨眼卖弄,仿佛随时都要从卡片里冲出来。 和卢明来一场颠鸾倒缝,卢明默默地咽了口唾沫,以往他总听同事们回去讲起各种谚语,那些刺激的场景和细节总是让他如痴如醉,没想到自己今天也要做一回那样的男人。 将快乐进行到底,卢明心中的那种蛊腹罪感渐渐消退,以前他有丈夫的身份在,是束缚,是捆绑不自由,现在他恢复自由身了,当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,一想起妻子在家,和别的男人偷偷地在一起,他就想到了网上曾经讲过的一个段子,大意是说,妻子警告丈夫,家中有块空地,再补回来,租给别人重甘蔗, 以前他只当做一个笑话来听,但没想到,最后这种事情,竟然发生在自己头上,妻子真的趁他不在家,把地租给别的男人重甘蔗,他想到自己推开门。 当时妻子和那个男人正大战汹涌,冷不防看见门,被人推开,妻子脸上竟然没有一丝惊讶的表情,似乎知道这一天早就会来,他平静地推开身上的男人穿起衣服,多余的话一句没有,两人安静地坐下来,协议离婚,卢明盯着小卡片,仔细看那上面的女人,一个比一个漂亮,远远超出了妻子, 他充满恨意报复的想,老子要睡遍天下的女人,把这些年的损失捞回来,卢明拿起其中的一张小卡片,对西域上面的电话,反复看了几遍以后,试探性地加了好友。 他不敢打电话,他怕自己的电话号码被对方惦记上,于是他按照对方卡片上提供的电话,添加了微信好友,微信是一个美女的头像,卢明刚架上对方,那头就传来嗲嗲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声音,哥哥是不是深夜寂寞难耐,包整夜马哥哥,卢明给对方喊得浑身一阵苏码,像过电一样,他终于找到除了自己老婆以外新的乐趣, 难怪那些男人前扑后继的,不惜冒着家庭破碎的风险都要尝尝先,这果然够先多少钱,卢明试探性发了信息过去,不知道哥哥是想快餐呢,还是需要包整夜呢,有单项有所有服务,卢明第一次整,他根本就听不懂那些术语,什么冰火两重天,有毒的龙,卢明第一次感觉自己落伍了, 可越这样,他越想尝试去探索这些从未涉及的领域,女孩见他犹豫又发了两段语音,并且还发了一张照片过来,照片里的女孩穿着暴露,仅看了一眼,卢明就感觉鼻腔发热,有液体要流出来,他内心激动得蓬蓬直跳,两眼发光,他的呼吸明显急促了,精虫上脑的他顾不上在思考, 他决定了就要这个妹子,不管这个妹子说什么项目,他都要把她拿下,他怕自己问的太多,让妹子看出是新手,又怕问的太少,被人当成冤大头,所以他思索再三,斟酌学着平常同事们的语气回复了几句,很快在微信上和对方谈妥了,女孩要价2500, 卢明觉得有点贵,最后商定以1800的价位包业,女孩让他先付500块钱的定金,卢明怕女孩不来,就坚持只付300,女孩让他把定金发给自己,又要了50块钱车费,转完账卢明兴奋难耐,在房间里走来走去,满脑子里面都是,等会儿他和女孩在床上各种疯狂的场景, 他决定等下把从前那些没有和妻子试过的姿势,全部都是一遍,了却心中的遗憾,从前老婆是各种都不愿意为他服务的,像个活死人一样往那一趟,一点反应都不给他,每次他们一点乐趣都没有,看这些导国片上的内容,他不禁惊叹,小日子这些女人怎么那么会,什么姿势,各种技巧,还有那些片子里面的那些男人们, 什么金手指啊,乱七八糟的,他连听都没听过,更别说事了,这些对他,就像打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大门。 他忽然觉得自己,这三十多年,跟白活了一样,在等待的过程中,他脑子里不断幻想,等会儿来了,会是哪号嘉丽,是青春漂亮的学生, 还是身材极好,性感饱满,像水果一样的曼妙少妇,时间因为等待变得漫长而煎熬,他忍不住发信息给女孩问到哪了,女孩子说快到了,让他准备好。 卢明给这句眉头末尾的话,弄得蒙圈了,准备,准备什么,要或者安全物品吗? 卢明看向桌子上的成年人的用品,自动贩卖机,很多宾馆只会放一些零食瓜子泡面水啥的,这家宾馆比较奔放。 直接放了一台售卖机,除了有安全物品,还有一些个人用品,让人看了脸红心跳。 他看着自动贩卖机研究了一会儿,手机上就收到了女孩的信息,刚刚他在跟女孩沟通的过程中留了个心眼,并没有说明自己在几零几,听之前的同事说过,一般像那种卡片上的美女图都是噱头。 真正来的女孩并不像小广告里的那么优秀,至于能碰到什么样,纯粹看运气,有时候遇到从业人员年轻一点就剪个漏,有的时候会来上了年纪的,但是很多人钱已经提前付了也不好退。 只能硬着头皮做,同事之前就遇到过一个,对方自称是离异的少妇,结果临时来的却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妈,脸上画着很浓的妆,浓密的假睫毛,让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恐怖,像西方电影里面的女巫,同事要退货。 结果那大妈喊来了一群人,上来把同事打了一顿,抢走了他身上的钱,同事李亏也不敢报警,他怕自己工作和家庭因此受到影响,只能作罢,回头把这惨痛的经历当成个笑话,讲给了朋友听。 虽然当时掐头去尾,但是卢明也听出个大概,所以这次卢明虽然惊重上脑,但是他也没完全失去理智,他在约女孩之前留了个心眼。 如果这个等会儿到了,他可以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观察,如果对方长得很漂亮,或者年轻整体可以打七十分以上,那么他就下去把他喊上来,如果整体在六十分以下,连及格线都谈不上,那他就只能损失这三百块钱当买个经验教训。 卢明正想着女孩的信息到了,声称他在楼下,问卢明在哪号房间,他准备乘电梯上来,卢明刚想说房间号,顿了下说,在外面吃夜宵,让他等一会儿马上就回去,回完信息,卢明立刻下楼。 他怕女孩认出他来,他带了个口罩下楼,只见楼下大厅的长椅上,女孩身边坐着四五个标形大汉,卢明的心砰砰直跳,他完全没想到, 会是这样的一种局面,原本在他的心里猜测最多的女孩颜值,或者是其他不足,但他没想到女孩漂亮是真漂亮,尤其在路过的时候,女孩还有意无意地抬头看了他一眼,确实长得很漂亮,有点像是童话里的芭比娃娃,见女孩看他,卢明也不敢停留,他怕身旁的女孩认出自己,就假装有事着急要出门, 女孩看了一眼,对后面大汉们摇摇头,确定不是自己要找的人,就又坐回了沙发,和那几个男人一起聊天,卢明出了门,心已经紧张得,仿佛随时都要失去跳动。 他从来没想到,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叫小妹,竟然碰到了这样的仙人跳,那些男人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手里的小妹陪同到此,可是这么多人一起,他难以想象,如果刚刚他傻傻说出房间的号码,这些标情大汉,会不会尾随女孩一起进去,然后也像他那个同事一样,他越想越后怕,不知不觉整个后背都是冷汗,女孩的信息又发了过来。 问他什么时候好,卢明看到信息,心里面正凡怎样去回避时,他想到了一点,连忙跑到一处比较热闹繁华的烧烤摊前,故意打开语音,卢明故意对一电话说来的几个朋友一起拉着喝酒,估计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回去,他对女孩说,如果实在等得及的话先回去,改天再约。 女孩气得骂了句傻逼,就挂断了语音,挂断电话没一会儿,卢明就悄悄地返回了宾馆,他没有直接进去,而是躲在马路对面的一条小巷子里面,暗中观察宾馆的情形,坐在门口的几个标情大汉,似乎很不甘心。 他们在和女孩争论着什么,看上去言辞激烈,卢明有些懊悔,在陌生的城市自己招惹上了这么一群人,但是他同时也庆幸,还好自己刚刚留个心眼,没有直接让女孩上楼,否则后果。 他想到后果十分后怕,虽然自己和妻子离了婚,不会对婚姻造成影响,可是这样的事情如果传回了单位以后,对孩子的未来也会有影响,还有家里父母呢,如果说事情闹大了被抓到了,批评教育倒在其次,关键是以后他的人生难免会沾上五点,再难抬起头来,他在黑暗中静静地又等了一会儿。 那女孩的电话又来了,卢明想都没想就摁掉了,那群人又等了一会儿,似乎等得不耐烦了,这个时候女孩从沙发上站起身要向外走,那几个大汉连忙紧跟上,卢明看着他们上了巷口的一辆车以后,急迟而去,他也没有立刻返回宾馆,他又等了一会儿,确保刚刚那辆车不是故意离开,这才快步回到宾馆里面,卢明庆幸自己, 刚刚躲过了一劫,他打开女孩的朋友圈发现,已经是一条直线,显然刚刚的女孩,因为卢明放了他鸽子,已经把他给拉黑了,卢明擦了擦脸上的汗。 刚刚的一系列遭遇,他提心吊胆,出了满身的汗,他于是又走进洗手间,重新冲洗了一遍,隔壁的叫声依然此起彼伏,听得卢明满心烦躁,似乎没完没了。 卢明猜测,隔壁要么是对年轻的情侣,要么就是像他一样寂寞的男人,在外面叫了小妹,不过隔壁的体力实在让他佩服,一次又一次,他猜隔壁的男人有可能也是包得整夜,要不然不会这么疯狂地折腾,隔壁的长时间叫声让他难以入眠,眼看夜还有那么长,隔壁的深吟声让他的欲望此消彼长,卢明实在按捺不住。 只好给以前的那个同事发信息,问他在这座城市有没有好的资源推荐,同事一听就明白了他的意思,之前这个同事曾邀请他一起去,当时卢明义正词严地拒绝了,同事忍不住敲打他,这是拿鼓风吹的我们的正人君子,现在也开始走弯路了。 卢明脸胀的通红,顾不上同事的奚落,最后同事在他苦苦哀求下,给了他一个APP的下载地址,告诉他上面的交易信息非常的靠谱且安全,而且上面的质量都很高,不会出现像街边那种品质,不适合图片不符。 就是有仙人跳,要么被放鸽子的可能,卢明按照他说的下载了那个叫做午夜茶馆的软件,这个茶馆的神奇之处,是他可以根据你的定位推荐出附近的卖茶女。 茶只是一个叫法,现在这些老司机的黑话里不叫找小妹,叫点新茶。 卢明觉得新奇,他下载了那个APP以后简单注册一番,就看到距离自己几公里处就有很多资源,上面不仅显示出年龄照片,离自己多远的距离,还有上面所提供的项目及费用,确实比那种小卡片上的靠谱且专业多了。 不过上面的费用也是特别高,快餐都要九百一次,至于包夜的话,都要三千以上。 不过他看那些女孩们的颜值,确实非常高,各个肤白貌美大长腿,都可以媲美那些漂亮的女模特了。 同事介绍说,这些里面有的是异校的那种女学生,还有的是外围女,卢明问什么是外围女。 同事解释就是那种表面上是模特,实际上背地里干这些勾当的人,混得好的一般都混到了一些名园酒会上去了,混得差的就只能在这些茶馆里面当卖茶女,卢明一页一页翻看那些女孩们的信息。 有的职业是护士,有的是美容师,竟然还有公司白领,他们似乎毫不避讳自己的职业,仿佛添加职业,这个光环以后,可以让顾客更加浮想年偏,最终卢明挑了一个叫方方的女孩。 这个女孩看上去年轻漂亮,又不是一种成熟的风韵,最主要的是,这个女孩看上去十分眼熟。 可是卢明一时间又想不起来,自己在哪见过,卢明在线上支付了订单,很快对方就联系了他,因为卢明的同事之前在上面下过单,所以卢明也就不担心自己被骗,他安心报了房间号。 就待在房间耐心地等待着,约莫过了四十来分钟,女孩姗姗来迟,打开门的一刹那,双方都有些震住,你是谁? 对方显然也认出了卢明,他不确定地问你是卢明,卢明点了点头,把对方让了进来,双方一时间有些尴尬,原来女孩竟是他高中时的同桌,名叫李芳,也是自己一直暗恋的对象,只是没想到十来年时光过去了, 时过境迁,再见时两人竟是以这种形式,要不我把钱退给你吧,你换别人吧。 李芳说着,就拿起手机,要给卢明转账,被他拦住。 都这样了还能遇到生命冥冥中的缘分,卢明也不好意思再提起来两人要发生些什么,两人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,你怎么会干这个? 卢明问,哎,别提了。 李芳叹了口气,当初身为斑花的他,心高气傲,虽然没有考上好的大学,但是他身旁不乏很多追求者。 他当时在众多追求者中选了一个最其貌不扬的同学,他认为人长得一般老实点,谁知对方就是个滑头,两人结婚不久,对方就露出了真面目,原来对方不仅是个渣男,在外面拈花惹草。 有时候大家都不回,还喜欢赌博,家里的钱都让他吃喝嫖赌花光了,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,家里的房子车子,还有多年的存款,全部都被他赌博输掉了。 甚至李芳每个月上班,赚来的钱全部都被他挪用了,走投无路的李芳选择和他离婚,离婚后的李芳做过很多工作,可是巨大的债务压得他喘不过气。 最终在别人的介绍下,做了线上的茶妹,原本他打算自己就做个两年赚一笔钱,以后隐姓埋名去其他城市重新开始,谁知就在他决定金盆洗手前,竟然遇到了当年的同桌。 两人谈起以前的事情,彼此都有些感慨,说着说着,都有些动了情,卢明对他说,你知道吗?我当年还喜欢过你,李芳有些脸红,此时卢明的表白,多少有些不合时宜,为了缓解尴尬。 情急之下他对卢明说,要不我们再做一次吧。卢明没想到,自己心里渴望多年的女生,竟然有一天亲口对自己说这样的话,一时间有些心潮澎湃,他再也顾不上那么多,他一把搂过礼方,两个人忘情地拥吻在一起,随后衣服一件件飞舞,落在了一旁的地板上,两个人交缠在一起。 不一会儿功夫,和隔壁一样,传出了呻吟和粗重的喘息声,在黑夜的上空来回回荡,萦绕,久久不散。 第二天卢明醒来时,李芳已经走了,房间里空荡荡的,只有他留下来的气息提醒着,昨晚他曾经来过,昨晚的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。 卢明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第一次点茶,竟然点到了自己从前的女神,看着阳光慢慢从窗台渗透进来,他的心中涌起一阵,说不出是快乐还是悲伤的情绪,无法言说,他想起从前的光景,一切都像是一场过去的旧电影一般泛黄。 卢明离开这座城市了,在离开前,他发微信给李芳,想再约句句,才发现对方已经把他删除,只有一个大大的红色感叹号,似乎提醒自己别自作多情。 那夜之鱼两个人都是无法回避的过往,也许李芳不想再提起那晚的事情,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选择彼此相望,卢明坐在回城的高铁上, 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景色,再次回忆起那一夜的场景和从前的点点滴滴,一时间记忆竟无法重叠,卢明无比懊恼自己那夜为什么要和李芳发生关系,实质性的突破让从前的一切幻想全部破灭。 他不想承认,自己心目中多年的女神竟然是一个茶妹,他宁愿自己是和素不相识的人有过那一夜,这一夜的出轨成了他人生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,从那以后卢明再也没有叫过任何一个小妹。 、 국민优优独播剧场——带越地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